好 歡迎您帶來最新消息 這是日本政府捐贈給臺灣的三十萬劑 AZ疫苗 由日本航空的班機運載 在今天上午九點四十九分 順利抵達了桃園國際機場 外面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這架次的班機 就是這次負責運送疫苗的航班 而這一批是日本第六度 來捐贈臺灣疫苗 總統府昨天特別公開 感謝日本堅定不移的友誼 因為從今年六月開始 日本就陸續捐贈疫苗給臺灣 加上今天到貨的這批捐贈 總數就達到了四百二十萬劑 目前會儘速將這批疫苗送往物流中心 並且由食藥署來封遣檢驗 流程完成之後 將會再來分配施打對象 以及順序